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春琳 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槟城州大三角最好的风水浮地 我们都知道 风水之法以得水为善 长风刺之 所以我们站在这块好的风水浮地 发现它非常的长风 而且我们看到前面的山 为什么要看前面的山呢 古人要讲灯穴观明堂 明堂的山势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看一下前面有一个葫芦案山 这个会出医生的 正对的位置就是一个半年型的金星案 这个是财户之山 再往前看是一字文星案 上面插文笔 代表说它是一个高贵之山 另外我们要看 这块地的前方有一个小水石聚在前方 代表它能够把这个地的气给锯起来 这个是一个好的风水象征 然后它外面的水呢 有两条大河水交汇在一起 形成锁住这个叫做熔穴沙水 一个好的局 那我们看看这个熔沙 叫熔沙是一个天马的形态 所以说它高 所以代表说贵人很强 而且它的后山就是一个孟光水坝 孟光水坝就是最大的一个财户之山 风水假如有水坝的话 在旁边的话 那铁定是一个很好的财户 很好的巨富的财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来龙去脉 我们来龙是从这个大三角山 大三角山是我们边城中最高的山 就我们称为叫太祖山 那经过少祖山 父母山 直接落脉下来 这个是父母山直接落脉下来 这个地方 然后它的这个湖边 是寒江的一个护沙 所以形成一个叫做左青龙 右白虎 环抱友情的一个风水好的福地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前面的山势 看起来非常宽广 所以会容万马 所以这块地是非常好的福地 那我们先来看看它的一个详细解说 我们看一下这个山 在这个地方叫做太祖山 因为是最高的山 我们称为大三角山 这个太祖山再过来少祖山 之后落脉下来以后就是父母山 所以我们这块地 绝在这个地方 它的龙边在这边一层又一层 它的外围有一个孟光水坝 所以说孟光水坝为这个湖地所用 所以它这个地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财富 另外呢 寒江的一个外虎沙 形成左青龙右白虎环抱的情况 前面的岸山刚介绍过 是个金型一枝岸 所以非常好 外面有个两条大河水 符合风水的一个礼器 所以说锁住了一个 龙穴沙水的一个非常好的福地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块地的前面 我们都知道 这块地 我们站在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我刚才站的位置 就是风水浮地的位置 这风水浮地的前面 有一个葫芦岸山 这位出医生的 然后它的前面有半圆形的 叫做金星岸 这是财富之山 然后在前面再看的时候 发现它有一次文星岸 这个一次文星岸 上面又插文笔 代表会出官柜 会出读书人 而且它的这个龙边 它你看非常强 它是一个天马的形态 是贵人的一个龙沙 那它的后方 就是一个闷光水坝 是一个大彩水 所以说这块地 就变成形成一个 龙穴沙水 非常好的一个福地 各位朋友 假如你今天要找一个好的福地 那必须要符合 龙穴沙水的一个风水条件 那这块地 就要做生机 还是要做祖先风水 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那将来对后代子孙 或对自己都非常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